大家好 我是科技超级体验官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软件 是一个录制屏幕的软件 这个软件的特点是比较小巧 可以录制音频 也可以录制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功能已经打开了 第一个是音频录制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 录制 然后打开它的所在文件夹 编码我们点一下 这边可以生成MP3 WMA等等格式 这边是声音 选择录制麦克风 还有不录制麦克风 我们选择录制麦克风 下面我们来试一下 说几句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停止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刚才选择的编码是MP3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这边就出现了一个MP3的格式的设计 设计画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刚才我们录好的 这是一个录音的功能 我们很多朋友在做东西的时候需要录音 这个是挺实用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是屏幕录制 这边有一个有几个按钮啊 这一个是选择区域 我们选择随便选一个吧 选择一个区域 选择一个区域 我们这样吧 我们来录制一个游戏吧 正好 他选择了这个区域 看好不好更改一下啊 这边有很多选择 屏幕捕捉好像是截屏的 这边我们发现有几个点 绿色的小点 按照这个点呢 就可以把它的区域增大或者减小 好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屏幕区域呢 就定好了 可以增大或者减小 把它世界窗口一个录下来 这个是刚才我们选择的是录制区域 然后我们看看这边的编码有 很多编码啊 MP4的 KV M4V等等 F2V格式还挺不错 很全 我们就选择MP4录一下看看啊 那么点录制 我们在游戏里面 跑两步看看啊 好我们就先坐在这先停止一下 打开 刚才这个就是我们录制的 它的格式是MP4格式 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啊 把它的后缀名给 给写出来 好MP4格式 我们看一下 我们呢 因为游戏的音乐被我关了 这个效果还不错吧 好 我们就大漏嘛 也可以选择别的别的格式 比如说 MKV的格式 里面还有很多种 我们随便选一个 H264吧 然后我们开始录制 它里面跑两步吧 好 我们停止一下 看一下的格式 这个就是M KV的格式 它在里面跑了 你需要什么格式呢 就选择什么格式 它可以 好 这是它的 录制区域的选择 大家可以随便选个 选择一个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小 每个点上 出现一个绿色的小 小方块 你把这个方块呢 可以随便增大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录制全屏 这也可以 屏幕捕捉的功能就是 直接截屏 我们点一下之后呢 它就截了一个屏幕在这 把它其余里面的东西给截下来了 这边是屏幕录制 这边是声音 选择录制麦克风 最后一个游戏录制 刚才我试了半天 好像也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你看 没有找到录制目标窗口 就是没有找到游戏窗口 这个不知道怎么弄的 我也没去深入研究啊 你们自己 操作一下研究一下吧 这个如果想录制游戏 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办法 先设置一个区域 设置一个区域 然后把这个区域呢 给拉大一点 正好是窗口 游戏窗口的区域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很好的就录制了 游戏 这款软件 它是永久免费版的 而且它没有录制时长的限制 也就是永久免费 而且是无限时长的录制 生成的文件 它的大小呢 也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大小也也不怎么大啊 这个刚才是我录的这个 办的录屏啊 这个是另外两个 就是刚才我们录制的这个 这个小32 这个小应该是16 它录制起来还不错啊 还不错 就是说录的文件也比较小 而且清晰度也很高 好了 喜欢这个软件的朋友 到我的公共邮箱里去看看吧 今天的这一期就在这了 啊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